才一个多星期前,特朗普推出2万亿美元的救济措施,使到美股由谷底急速反弹。三个交易天,导致反弹23%。升得太快,于是出现了为期约一个星期的调整。 到了前日,美股又突然急速上升。导致一天之内上升7.73%。收市报22680点。而且,收市后的导致期货仍然在上升。想破23000点。 如此急升的原因是美国众议院议长。民主党人佩洛西说,特朗普的2万亿美元依然不够。众议院会再推出至少1万亿美元的救济措施。 在美国,印钞票无限量。想印多少就印多少。如果3万亿美元还不够。不妨再印。股市的确看到处光了。货币政策加财政政策。 双重政策支持之下。大到不能倒的企业一定不会倒。年少到应该倒的企业也会得够。2009年美国的QE还分QE1。 QE2分期推出。慢慢加码,这一回。一口气就去到QE无限量。在前日美股狂升及之后指数。其货仍然继续上升的推动之下。 港股也有不错的回升。可惜。回升幅度远远比不上美股。理由是这一波美股由高位。往下跌的幅度也比港股大。 港股跌得较轻。反弹力度也较差。在当前全球狂印钞票救市的背景之下。 全球货币的利率都趋向零。包括港元。因此。一向被视为保守的收息股也成了热捧的对象。 中电002股价由低位反弹22.8%。远远超过恒指14.7%的反弹幅度。 中电能跑赢大市。说明收息概念兴起。大量资金追买收息股。使到中电出现超强的非型反弹。 中电出现超强的非型反弹。